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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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這個系列 Mexico Living Dead Door 原來Joe 以前有草 為什麼你會喜歡這些系列? 我自己人就是故隆風 即是我的 taste 如果你明白就明白 即是貴仔唱歌 不明白的人就不會 即是貴仔唱歌 它是油田 油田 貴仔唱歌 你不喜歡油田的那個很富二代 我有沒有說話 開了先 這間公司就是之前 我們介紹過的1比12 這個系列出了多久? 什麼時候開始有 大概2001年 十幾年前 其實再之前也有 那兩個創作者 其實我是跟他們聊過 叫什麼? 一個叫阿Ed 一個叫Damian 是嗎? 這麼厲害嗎? 香港人還是 不是不是 是美國人 白人 他們以前去那些 Horror Show 去攀擎 取下排隊 自行搭配工仔 賣 這麼困難? 是的 那些好漂亮 那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三百多美金一隻 那時候 那些不算貴 也不算便宜 但是後來 他在ebay炒得很厲害 那Masco 就有一次在一些convention就撞到他們 他們就說不如你跟我們出玩具吧 不如你跟我找吃吧 其實就真的帶起了Mesco這家公司 全靠Living Dead Door這個Series 即是到目前為止都出了很多隻 他現在出到Series30多了 其實我很久之前都沒有追 所以都不清楚後來出了什麼 所以Series30多是一隻Series30多 一隻Series30多是一隻Series30多 通常出五隻左右 一個卡通盒就放了五隻 這樣嗎 他的包裝就很特別 是一個棺材的形狀 即是一個六角形棺材 有一個透明膠套 早期是這樣的 現在也是 這個不屬於Series30多 這個是另外的 即是one-off的工具出品 通常有license的 有時是這樣的 有時是這樣的 有時就出回那個棺材 但就不在Series30多 嘩 你真是油田來的 Max也認識 Max是老闆 Max是老闆 我不認識老闆 但你認識他的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我都說你是油田 但是我油田 其實這個呢 那你覺得這個 除了一個角色 值得去收藏 其實那些可動 服飾 你覺得為什麼你會收藏這種 這隻是不是玩可動的 他是沒有可動可言的 是 他其實最初是一些 對一些恐怖電影 喜歡的 或者喜歡的 以前不是有一個 是那個叫 Adams Family 嗯 Adams Family 有一個小妹妹 穿得很黑色的衣服 扎兩條鞭 即是很小女 他其實最初是出這種 風格的 即是很Gothic 後來呢 有些就越出越恐怖 有些是整個臉都是血 但是他每一個公仔都有 兩樣東西是特點來的 他有一張死亡證 哈哈 其實就是一張證書 即是西人才玩這些 還有他上面呢 是以前啦 現在不知道 是有個Poem在那裡的 是說回那個 是有以前的 即是某個 故事啊 小說啊 或者是一些 Urban Legend 那些東西 就寫回去 是 這次這隻就是 這隻又沒有了 這隻是Tim Burden 那個 Cat Woman 是呀 即是米雪菲花飾演的 Cat Woman Michelle Fiverr 是呀 其實這齣戲呢 我 大家應該知道 Tim Burden 就拍過兩齣Batman 一齣就是有 Jan Nicholson 做小丑的 當時是有Prince 唱主題曲的 另外第二集呢 Bat Dance 是的 第二集就有 Danny De Vito 做企我 以及米雪菲花 做貓女 其實我之前在某一集 可能介紹1比4的時候 都講過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一套Batman 反而第一集的時候 我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嗯 但是這一套Batman 我覺得很棒 因為他很明顯是有三個不同的人物 代表一種三種人 對待仇恨的不同的演繹 就是那種表達方式 是 Batman 他是因為 他的父母被 壞人 殺了 所以他就 致力去憎恨 要去遷滅所有的壞人 但是 Cat Woman 他因為被一個男人欺負 就把自己的仇恨 投射在所有的男人身上 而企鵝是最奇怪的 因為他是被他的父母遺棄 但是他就原諒了他自己的父母 就憎恨其他人 就是他找了一個藉口 來把那個仇恨 轉嫁到別處 轉嫁到別處 這件事是 在一個社會 有幾種不同的人的屬影 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自己看得明白 過小丑的故事 那麼 Richard Fiverr這個造型 你看看他 因為他在故事裡面 他那一套 他那一套 是他自己的 是他自己的 因為他自己家裡有個衣車 他在半清醒的狀態 因為他好像中了貓毒 他那個貓的不死身子 死了回生 你沒有看過 他被那個 我以為是真人的時候 是劇裡面 因為他被人推下樓之後 他好像被貓咬醒 那樣 好像一些血 類似的 你可以理解 像貓血 進了他的身上 他有了那種 九條命的特異功能 他回家的時候 半清醒的狀態之下 他自己亂了這套衣服 可能是他家裡有黑色的皮衣服 不同的衣服 亂了這套衣服 所以他有了那些 白色的 類似是奉仁的 對 原來是這樣的 對 不過這套衣服的 還有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是漫畫化的 這套衣服是公仔化的 另外那個指甲 其實他的包爪 也可能是類似針頂不針頂的 可能是來勾的 他醫車的針頂 醫車的針頂 就做回他那十隻爪 他這個公仔也有做法 但Joe 你就說 其實他的可動性不算高 因為他這個身體也是可以動的 但他沒有什麼 其實是玩身形 他的膝蓋其實是沒有關係 沒有的 手也是只有這個 好像一些人玩的 狼狡 對 類似的 他也是很嬰兒身形的 其實是一個懷舊 對 有點像蔡娃娃 很有自己的形式 因為他是獨立的形式 這套衣服 通常玩的人 會擺在棺材上 展示的 這套衣服 就比較普通 就這樣拿出來 擺出來展示的 其實這個系列 現在多不多人玩的 或者你比較 我當時 就是存到 你當兒子的時候 就開始 他開始就 一出太多了 即你也有很多隻 那些人都 就是大黑粉絲 要繼續買 但是我 我就不是說 你一出我就要買 我是喜歡才買 那些 那時候可能 過了一個高峰 但是現在捱到三十多 證明還有很多粉絲支持 是的 那我也是比較美式玩具 香港的朋友 甚至是內地 台灣的朋友 未必說 我很驚訝 香港人得賣 還有香港人認識 有但是不多 但是有的 其實我一向都看著有的 是的 但是不是太多人玩的 那我就是 好像 剛才剛才說 那我第一次介紹 希望有其他更多的介紹 好 太好了 開個Series 給你看看 去你家 哈哈 你是存在香港的家 還是那邊的家 應該是 那邊 不是香港 還有沒有留到 有 現在還在 是 我坐在Series 1 Series 2 有好幾隻 Mesco 你加入了一個Club 才能買到的 我也還有幾隻 那時候很怪 Mesco 你給40塊美金 就加入了Lifetime Membership 然後你才可以買這隻 根本就是穩定的 但是我也中了 我也中了 喜歡就喜歡 沒有辦法的 是的 好了 這集到這裡 今天有很多東西看 是的 再回來 拜拜